詞曲 李宗盛 可能大家也感受到我一開始出舞台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尖銳的一個人 然後其實也是因為我不太善於跟別人相處 對 我自己配音好了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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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鈞昕和賴維爾 你們獲得了 25條毛巾 毛正熙 龍韻竹獲得了50條毛巾 恭喜毛正熙 龍韻竹 驚喜我們的下一段考核 我還想說一句就是 我要特別謝謝這三位老師 因為他們三個我們從南京和西安邀請過來 其實他們三位是屬於我們 我和毛毛的相對於啟蒙老師 所以就是很謝謝三位老師 謝謝 謝謝 我覺得三位老師也一定特別開心 因為幫你們進入到了下一段考核 幫你們完成了一段這麼棒的作品 我特別想說 那我們現在就要請西西和韻竹去準備 你們下一段考核了 我們也謝謝今天來到現場所有幫跳的舞者老師 謝謝 威爾和珍希請留步 珍希和威爾要來接受你們小小的畢業儀式 同樣在社長送上寄語之前 我們先來聽聽他們兩位的畢業感言 我們先來聽聽他們兩位的畢業感言 其實這個畢業 我其實隨時都是準備好了 因為有開始就有結束 但是我特別想要感謝 再了不起舞社的每一個人 包含主理人 社長還有社員們 就是可能我的收穫跟大家是很不一樣的 就可能大家也感受到我一開始出舞台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尖銳的一個人 然後其實也是因為我不太善於跟別人相處 對 然後尤其是跟女生相處 我會很緊張很緊張 對 所以我就是因為這個害怕 我選擇了把自己關起來 然後就是不跟大家說話 I just do my things 我跳我的舞 來 你不要靠近我 我就是這樣子一個個性的人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耳根比較親近一點 然後但是到最後就是跟舞社的大家 大家相處了這半年下來 我覺得其實人類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對 就是我都會把大家當作壞人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對 我會防備心很重 所以在舞社也是因為大家這麼的單純 也打開了我的心 所以我才願意去step out 去勇敢地去認識每一個人 然後在這個打開心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了有很多的美好的瞬間 在比如說排練中 生活中 舞台上 或是更是上台前的一些點滴 都只是很瞬間很刹那的事情 但是我感受到了 然後我就特別的謝謝這一段 然後也謝謝就是在舞社的所有發生的事情 把我融化了 然後所以可能也是因為各位老師 才可以看到今天這樣子的一個Lightwear 是因為這樣子的 然後我很開心 畢業了 其實我們看到 威爾真的是在這幾個月打開了自己 我們才能看到他剛剛在舞台上的那一面 真的是每一個舞者都帶給我們最好的成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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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